大家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案例发生在桃园 这些女子她在网路上po文说她遇到这状况 就是她买了预售屋跟着房仲去下定了 结果房仲传简讯给她说 不好意思我们的房子还要再涨价50万 但是这位女子她其实本身是一般收入 她没有这么多预算 所以她就说那我要取消 而且我还要给你这位房仲 要求一 民法249条要求 你要退我双倍的定金 所以她本来付了10万 她要求房仲退差多少 退差20万的现金 而且她依的这民法 其实真的有这条法规 就是契约因当事人之室友 以至说不能履行的时候 当事人要返还定金 而且是加倍返还 但是房仲说不好意思 我之前曾经口头告诉过你 这间房子可能还是会涨价 所以最后不赔 其实最主要的理由是旁边这行字 因为双方的沟通都是在合约审月期之前 也就是说她花了10万块地金 卖的是什么 卖的仅仅只有顺位而已 没有前缘之钱 这房仲是不会赔给她的 而且还有人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就分享说 曾经遇过建商更夸张 她宁可赔你钱没有关系 20万也没问题 但是她之后去卖房 卖的价格更高 不过现在房市这么热 大家不是在想说 奇怪这政府不是有寄出所谓的打房政策吗 说第二户贷款程数降到六成 有用吗 但是现在你看到整体的这接待中心 这是六月的画面 依旧是相当的滚烫 主要是在于代销也发现 就算加价来推案 还是可以看到这房价 就算这么高依旧会有人买的情况 但是预售屋的推案足够吗 现在反而还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预售屋卖的实在太快了 怎么说呢 你看到这一段画面就可以知道 这个起卖到是新案赶不及 建造核发来到了同期的新低 你看到今年一到四月 总共核发多少 3.74万户 其中最多是出现在台中 大概占得大概有8182户左右 其实是高雄还有桃园 不过您看到 其实在2019年同期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建案 所谓的建造核发 其实是来到了新低 但现在其实房产业者也发现 可是预售屋卖的相当快 这个建商其实是看好未来整体趋势 但是这个房子建的不够快 好 刚刚也提到说 尽管说现在政府有寄出打房 但是问题是 现在清清安越改 反而让预售屋卖得越好 有房仲这么说 他说成物市场的确会受到这一波影响 吸引力下滑 但是很多投资大户反而转头到哪了 转头到预售屋了 也就造成刚刚看到这标题 卖到新案赶不及 再加上建案的城跟不上 也就造成预售屋现在反而是相当依旧火烫 以上是这节推播 再把时间还给文华 难得的休假日打开冰箱倒杯饮料 坐在沙发上放空是王小姐的小确幸 但其实心底并不是真正的自在 因为终究不是属于自己的家 从不到一万五的房租 转租到两万多的空间 说没有压力是骗人的 王小姐和家人只能靠省来多存点钱 像夏天其实我们不怎么开冷气的 都吹凌风扇 跟家人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存钱 就是其实我们都想要自己的房子 租屋族的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 看到五月房租指数年增率来到了2.6% 创下了28年来的最大涨幅 尤其南部更是超越了北部 现在更传出来高雄的房东 一口气涨租了4000元 昨今飙涨租屋组苦哈哈 有房东出几招找租客 一张床上下铺分开出租 上铺租1500下铺租2200 冷气免费吹24小时 但终究这是个案 当租金紧追房贷金额 不少精打细算的房客 研究新清安专案准备出手 以贷款1000万来说 宽限期内利息14792元 低于台北去年平均租金3.9万 清安贷款优惠 这房贷利率只有1.78波的情形之下 大概在1到2万之间 那其实比租屋还便宜 高房租加上新清安 助长已买代租的情形 如何掌握这场时机 我可蝸牛功课还是得做足 东安新闻林少玉萧涵综合报道 好不管你是现在正在看房 想要买房或者是还在观望 这一节推播时间一定要就归来 好大家还记得吗 到底涨了多少 来看看五年前 当时疫情还很严重的时候 房价来说其实也比较低迷 但是在台北的部分 大约有四五字头 而新北则是稳定 大约在二字头左右 至于在桃园以南的 大约是一字头 像是新竹台中台南还有高雄 但是经过这五年除了疫情稳定之外 经济相对来说也变得比较稳定一点 再加上台商愿意回流 也促进了整体的经济发展 所以像是在今年2024 以实价登陆来说 台北也从原本的四五字头 如今来到了六字头 而桃园以南的这些地方 大约已经从原本的一字头 涨到了二字头 好除了桃园 大家知道桃园区还有中立区 因为生活交通都比较方便 所以很热络 但是至于在于台中 还有台南跟高雄 其实二字头以上的交易量 大约已经超过了40%以上了 而且后续还是可能持续的 在上涨的部分 而至于在新竹 大家都知道因为有科技园区 而且新竹的这些受众 其实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们的购物组很多都是科技新贵 或者是比较高收入的一些人员 所以对他们来说买房的压力也比较低 所以不只是二字头或是三字头 四字头都是可能会在新竹发生 那至于新北的部分也从原本的二字头 涨到了三到四字头 那就有人问说四字头大约是在哪边呢 像是在台北旁边的板桥 因为离台北很近嘛 所以现在房价已经朝四字头来持续的靠拢 那就有人说我板桥有点买不下去耶 我再往旁边的蛋白区买一下会怎么样呢 像是在新店的部分 但是就有人建议了 假如说你要买新店的话 要不要考虑一下桃园呢 为什么会这么说 透过下一张图表我们就带您来看到了 就有网友来比较一下 桃园桃园桃园有A7 而至于在新店安康 则就是有K7 两个差别像是在桃园的间案大约是四字头 而在安康的部分则是五字头 两者的价差每平大约是差了十万元 特色的部分像是我们来看到桂山的A7 它因为腹地大开发很有潜力 季节还有直接到台北 所以交通来说也比较方便 但是假如说你要开车的话 可能会比较久一点 大约要五十分钟左右 而至于在新店安康的部分呢 它的特色就是它有新北市的门牌 跟桃园比较不一样 但至于在交通的地方 它有轻轨 假如说你有开车的话 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开车时间大约是四十几分钟 整体听起来是有力也有弊 那专家怎么看呢 专家说其实两者不能这样子比 因为A7其实到台北比较方便 可以心理双北的首购族 而至于在安康的K7 它是高速公路为主的 所以对于你有车子的来说 会当然会比较方便 而后续也不排除这个桃园龟山的A7 房价会持续的看涨 甚至把安坑给PK掉了 好 但是假如说你要买房的话 很多人就会说 我到底要买预售屋 还是要买橙屋 好 就有女网友 她跟你有一样的烦恼哦 她说她要买预售屋的时候 大约是七百万元 但是建完之后 转售却可以高达千万 甚至整个价格超过了两倍 怎么会有这种价差呢 好 专家就来帮大家一起来解答 这价差到底怎么发生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房价整体上涨了 而且买预售屋有很多的风险 像是你不知道屋况状况会怎么样 那后续会不会变成烂尾楼 能不能顺利的交屋 都是有一定的风险 很多的状况都是盖好 才知道因此价格也可能较低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话题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了